《翠谈广州话》一齐出发 欢迎收到今天的《翠谈广州话》 话说近来阿彪很苦老 佳因他的外甥子去了他的家住一排市 而他的外甥子很欣皮 打都不听 粤语里面形容小孩百艳不听话 就会说他是欣皮 经常会这样连用 这个小孩欣皮不怕打 欣皮通常会写成这样 会写成欣仔的欣 这个欣从字面去理解是不大 通常形容小小、瘦弱、数目不多 就会叫做欣 当然,这个欣是用得不对 所谓的欣皮 不是说是细皮的意思 而是指人皮 他是人皮的欣辩读法 因为人皮就是皮口 皮口欲硬的人 不怕打 打都不怕的 这个小孩很难教 认真白厌 讲到这里要讲一下 古时候有个欣皮的人物的代表 在小说当中很出名 叫做半老杀出的程孝金 那个是程孝金 程孝金当时犯了事 牙膜的人拉去问信 他不认罪 当时就要那些官差进行停仗 打他 水火鬼一落的时候 谁不知他说 哎呀好舒服啊 正好帮我拗痕 后来呢 有个官差一看 哦哦 原来他身上 已经是结滿了那些棍霜而成的架 就是起了枕 是皮口欲硬 不怕打 这个可谓就是 鞍皮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句的 不要那么鞍皮啊 这样好激心的 那有时鞍皮的小孩的确是 不受人欢迎的 我们经常就说 小孩一定要乖 小孩真的乖 拍真好 我们赞乖 就批评这个鞍皮的人 但是有时想一下 小孩的鞍皮是天性来的 若然他不跟皮的时候 你就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脆谈谈谈话 一起吹发一下 我下期再一起吹发一下